看你说啥呢 你看 武装 你看 办证需要钱 这是一千块钱 你先拿着 不够 咱们再说 那咱再走一个 可不行 我今天要喝多了 算了 你也不喝了 不行 不行 哈哈哈哈 思想起落场 笑皮的哥哥呀 自那日推送官前 打了一仗 我将他拿下马来 把话说 我道恩 佛子问起时 我有心要杀他了 我还舍呀 我还舍呀 什么也舍不得呀 我好长时间呢 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天龙 美莲 人生就应该是一月休坛 二十九日岁 百年虚秀 三万六千场 美莲 你把高老师送过去 大全困了 不用不用 我一会儿就岳母家 你嫂子在那儿等着我呢 我走了 慢点 高老师 再见 高老师 再见 余叔叔 大人为什么高兴喝酒 不高兴也喝酒 不喝醉了就不是好朋友 这个大人啊 不像你们小孩儿 活得那么单纯 大人工作压力大 平时紧张 喝点酒放松放松 知道了吧 嗯 走 你瞧瞧他呀 没事吧 没事 他们都走了 把这么玩儿 留在这儿咋咋办呢 高大哥不是喝多了吗 余大夫和美莲得去送他 谁有功夫管他啊 你看 二百块钱 肯定是高大哥留下的 他也没喝多呀 人喝多了心里都明白 这种耍赖 装糊涂的 都是拿酒盖的 高大哥他也太实在了 多余借给他一千块钱 就他这样的 那不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没回呀 这艾武装啊 好歹他也是搞艺术的 高大哥和他 都在惺惺相惜 他今晚在这儿咱咋办呢 咱可不能再到旅店开房了 好 多费钱哪 我听你的 你 你收拾吧 我把钱给人送回去 那你快点回来啊 咱们 咱们 这根本没 我再找一个 娘呢 你走了 没菜 没菜喝什么酒啊 大姐 你这没菜喝啥酒啊 我跟他说话 我跟他说话 一条路 有段有长 足足背背走过 多少时光 碰着希望 碰着梦想 磕磕棒棒踏碎 风雨秋霜 也许这个世界又变得太快 也许那个人心弄都长了翅膀 飞肠的都市有飘香的村庄 那里是我欢婚前 儿女情长 几朵希望 几朵彷徨 苦辣酸甜血肠 千古文章 别说我们是断线 断线的风筝 别说那个哀悼 地老天荒 滚烫 不过今天来到现场 她的身份就是歌手 掌声有请 朱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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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去刷眼发得和洗澡 像你 泪了总被忘毕业和做梦想你 凉了想你 压了想你 热闹想你 寂寞想你 没有理由不知不觉 他想你 这天想你 管他有没有冷静 就天想你 管他树叶落一滴冻 天想你 管你有多少过去困 拉想你 拉想你 春天我要和你在一起 如此 由美 练 z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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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话说笑一笑十年少 这笑和快乐 可以说是人最好的化妆品 根据调查显示 凡是喜欢笑的人 一般会比较的少生病 比较长寿 而且比较的健康 比较的快乐 所以说如果你想年轻漂亮 你想健康长寿的话 一定要让笑伴随你的一生 让快乐从这一刻起 好 一起来欣赏 北极光组合送给我们的 快乐从这一刻起 谢谢你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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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天有 东方红 海阔有 空气红 海口有 年儿红 开怀开心有 开满头 樱二红 樱二红 隐情隐些是满头红 风风风 美丽的灌溃细动 风风风风 春夏秋冬 大风风风 不会再受众 大可助你也好运 独独相逢 风风风 美丽的风 风风风风风 美丽的笑容 天地心中有美丽的灌溃细动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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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地儿有 冬花红 开拓有 冬季红 开拓有 年儿红 要快开心 要开门红 银铁铁铁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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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人空 狐狸的手中 那个处你也高于独乱相逢 哄哄哄 美丽快点点火 哄哄哄 狐狸非常笑容 眼里心中有美丽的我 那个哄哄 火花是重火红 哄哄哄 美丽咖啡喜动 轰轰轰 轰和天下秋冬 我会被手中的主人的奥运陆落相逢 轰轰轰 轰和天下秋冬 轰轰轰 轰和每张笑容 你心中有没有美的梦 轰轰轰 轰和天下秋冬 让我们合着快乐的节拍 把健康带回家里来 让我们展开热情的笑容 迎接五大洲朋友的到来 好 朋友们 本期同的五周到此结束 朋友们 祝愿大家笑口常开 健康快乐 红色五周 轰和红色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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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nfinite 有式中和红 轰轰轰轰 轰滅了方便洗衣服 轰轰轰轰 轰和天下秋冬 呀 你不会再说主bah得主 明天奥运陆落相逢 轰轰轰轰 轰轰轰 轰轰轰轰 轰轰滅天天空 轰轰轰轰 轰轰轰 天天心中有美美的梦 那个红红火快是种火火 众夏日欢迎 内腿内腿 对 来 我给你好好拍 好 来 请坐 坐这儿 我这肝硬化呀 早就确诊了 我怕马克思嫌我年轻 不收我 这不 就想找中医中药 来试一试 有时候啊 西医治不了的病 中医不一定不能调 这样吧 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 您先吃吃看 看看效果怎么样 于先生认为我的病可以治 这病啊 没有治不了的 只是治早治晚的事 于大夫 咱可把丑话说到头里啊 这病你要是治不好 我可摘你的牌子 假如吃了这副药 不见儿好的话 不用您摘牌子 我自己就摘了 真能忽悠啊 于大夫呀 从来就不欺骗患者 能治的病她给治 不能治的她也不耽误人家 美莲 先抓药 是吗 真没看出 这小小的门诊簿 还挺讲诚信的啊 如果不讲诚信的话 谁还敢再找她看病啊 配这副中药 我又开了个食补的方子 中医讲衣食同宗 食补为上 药补为下 做这个的时候 最好用那个青瓷瓦罐 千万不要用铁锅呀 铝锅呀 那样效果不好 来 黑豆 莲子 白果 山楂 黑吗 大夫 这都是常见的东西 能治病吗 看来这位大嫂 真是不相信我 您先吃吃看 吃完以后 我相信你们会来找我的 就是 谢谢你了 于教授 请问 有一个叫高宇的 就住在这个小区 你认识吗 我们是朋友 经常上这儿来 我姓蒲 是他的同学 带我向他问好 好 好了 好了 听了 累坏了吧 来来来 不累 快坐下歇会儿 喝点茶水 你这么周到的服务啊 我可付不起报酬 高老师 报酬你早付了呀 你别总听那些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你嘴上没摸起泡啊 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我不是说以前 我说现在 你写那副银帘 给我带来好多患者呀 我那副银帘 是给随意小吃部写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个初中同学姓蒲 路过小吃部看见了 开着奥迪车 过来让我给他看病 姓蒲 我就有一个同学姓蒲 他现在在东山县委 当书记呢 他叫蒲锦浩 就是他呀 高老师 你有个当官的同学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呀 我提他干啥呀 我也不想求他办的啥事 可惜呀 他得了肝硬化了 我想用中药和心理疗法 加食疗给他试试 你好 欢迎光临 那边请 那边吧 来 小哥 好 我待会儿这里走 门女不换的太多 那你也要买完单再走吧 是不是怕回去晚了 高大夫不乐意吧 你知道还问 你们那个培训班 一连办了四期 挣了两万多 二位总得感谢感谢 我这个替你们吹喇叭 抬轿子的人吧 那行 你想吃什么 我买的 好 服务员 您好 请您点餐 不用看了 要一个培根提子披萨 蔬菜沙拉 要一个番茄汤 你们俩 洛松汤吧 你呢 那一样 好的 你稍等 我这个乡下郎中 也尝尝披萨 天龙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跟你说过 咱们那个按摩师 培训班得扩大 真的 现在咱们就能 小打小闹的 真的不行了 你知道吗 这样根本满足不了 市场需要 今天来报名的人 已经排到两个月以后了 那好啊 宣传工作我包了 校舍你们还得再找 就现在的规模 媒体中心都快搁不下了 那一上课人几人 赶上下饺子了 这说明我们生意好啊 是吧 天龙 你也美的你 是 那个扩大招生 咱们狮子力量够呛啊 咱不能糊弄人家啊 前些天 我刚刚采访过 你们东山县委书记 蒲锦浩 他对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有很多好的想法 我看 你倒可以回东山县 办几期盆训班 让农民掌握一些技能 再出来打工 你也认识朴书记啊 他现在是我的患者 是吗 那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我很欣赏他 真棒 French 太帅了 小燕燕愛 小燕燕愛 還有我北七八 小燕燕 有個女的花種嗎 心裡別急有脫帶 落給我腦袋 應生是不冷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 要要 哎呀 ai呀 要要 哎呀 你看我装那熊样 腰都快拧断了 然后咱俩上海 弄点粉呢 弄点云呢 盖擀土他就���了 那可不行 现在这么紧 我们花季茶整来茶来 整出点啥事怎么整啊 再说了我和丽双姐还挺好的 那可不行 熊那小胆呗 待会儿你看我的 看我怎么收拾她 你一母是哪个 想过你家是妈咪 我们昨天还念叨呢 说蒲助记的药应该吃完了 不知道效果咋样 没想到 你们一大早就来了 你们肯定是见着高宇了 那可不 要不怎么知道您是蒲助记呢 天一亮啊 老蒲就吹着我们上路 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 余教授 你给我开的三副中药 我已经吃完了 病真的见好 他这病见好啊 我们全家都高兴 人是铁 饭是钢 这个身体有好转 和我那个食补的方子 有很大的关系 还得接着吃啊 对了 余教授 你给我从瓷罐拿到那个药 我也用完了 走的时候再拿两包 好吧 余教授 你可真是神医啊 这可说大了 这和蒲助记的坚强乐观 积极配合治疗 有很大关系 这三千块钱 你一定收下啊 不 咱那药应该是 三百三 这个多一分我都不会要 这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意 嫌少啊 啥是多 啥是少啊 看你们生活条件 我要个三万五万的 你们也能给 但是患者的钱 多一分我都不能要 余教授不仅医术高明 品德更高尚 我啥也不说了 这么着吧 咱们出去吃顿便饭行吗 蒲助记 患者请我吃饭 我从来都是拒绝的 您不是还要回东山吗 还有五百多里路呢 先赶路吧 好吧 我还要到几家建筑工地 去看看咱们 东山县的施工队 余教授老家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尽管之声 我听江城晚报的张记者说 蒲助记想为咱东山农村 这个生鱼劳动力 办个培训班 需要的话一定说话 想为家乡建设出把力 太好了 天龙哥 你看那边 王二游好像抬个人啊 是不是出啥事了 宝库见这里玩啊 马上到了快 这是咋的 哎呀宝库啊 我往工地送书 因为躲晕料车摔了一跤 小腿不折了 你咋不送大医院呢呀 你咋不送大医院呢呀 在江城医院 诊断处置过了都 那也应该上医院治疗啊 东山老乡送的钱 已经花光了 医院不给用药 没办法 我只好送这儿来来 别落死了 抬进去 快快快 关东第一嗓 孙总 这不是关东第一嗓吗 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 怎么不在小剧场 唱二人转了 亭也整顿了 这不嘛 有人看我们红 就背后打闷棍 趁老板不在 就唱脏口 正好赶上文化鸡茶整顿 把小剧场也给封了 我这刚办的演出账 也用不上了 真倒霉 那你这声功夫我不唱 真白瞎了 有啥心打算呢 有啥心打算呢 你要是不嫌弃 就上我的东山集团演艺公司吧 我早就想包装你了 说不定 真能让你转出江城 转出东北 转变全中国呢 行了吧 谢谢你关心啊 这事啊 我还不能马上答应你 因为啥呢 我和李爽是唱一副架的 我要走了 她咋整啊 你管我干啥呀 你去呗 再说了 我们唱二人转的吧 最忌讳的就是连石撂挑子 咱不能让人背后搓几两骨 是不是 你的好心好意 我领了 行 你再考虑考虑 这是我的名片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 拜拜 说啥呀 不认识啊 以前老听说你是好吃懒做 好像啥优点都没有似的 我现在发现 你不光二人转唱得好 人还挺讲义气的 慢慢出吧 出场你就会发现啊 哥优点贼多 行走 得了吧你 你现在什么感觉 疼 疼 骗子带了吗 余大夫 我真得替乡亲们谢谢你 在来的路上 我还担心你不能收留他呢 你说啥呢 别说是乡里乡亲 佐证又舍的 就是个陌生人躺街上 我能不管啊 你放心 不出百天 我让你活蹦来跳的 对呀 有病咱不怕 慢慢养 就住这养了 天龙叔 我想回东山 不能留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 瞧你这点出息 遇见困难 不找老乡找谁啊 就是啊 你就在这儿住 比回东山强多了 这儿离医院近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复查 再说了 你天龙叔你还信不过 保护 你住这儿比住院强 女大夫他老爹下放到咱村 在大队医生所 专门证股 你就新家人都过来治了 你说你知道这儿 还往其他医院送 我不行 上你这儿 怕你这儿不要钱不是 宝库 你们的小老板呢 怎么也不来关心关心你啊 他回四川老家了 我不想打扰他 关于农村 甚于劳动力技术培训的社会调查 咋样 大头 写这么大的题目啊 就去了一趟东山县 去写这么大的文章 你也不怕翻车 东山县是我社会调查的第一步 本小姐计划在三个月内 跑遍全国 这掌握的第一手材料 还怕不够用呢 我还打算把文章登在北京 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 展开全国性的讨论 口气不小啊 经费呢 你们那个地区小报有这个实力 进去做梦 你也太官僚了吧 人家蒲叔记都说了 只要能为农民兄弟 找到新的就业门路 他们愿意在经费上资助我 好 我也可以做你坚强后盾 咱们那个培训班啊收入不错 我先给你拿五千啊 你真掏啊 拿钱的事 你还是跟于天龙先商量一下吧 放心 这事他肯定同意 你想 你关注的是农民兄弟的出路问题 他能不同意吗 丫头 我发现你变了 以前的文章都是一些风花雪月 花拳秀腿的表面文章 现在有深度了啊 还不得感谢你啊 感谢我 为什么感谢我 你让我认识了于天龙啊 你喜欢的人 我怎么会不关注呢 不过小哥 我真的替你高兴 能从一个富刊小编辑 提升到了 关注社会问题的笔杆子 进步不小 来 祝贺你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双赢了呗 这说法啊 我同意 包库 腿还疼不疼 护上天龙叔的戒骨膏 刚开始有点杀得慌 现在 好多了 给 吃点饭吧 多吃点啊 腿好得快 包库 你的那个小老板 是不是挺喜欢你的 没有的事儿 他就是看我特别能干活 不会偷懒 所以才特别信任我 我听说他原来是个小保姆啊 咱可不能小瞧人家 他在高老师的岳母家 学了不少文化 前一段时间还跟我说 想抽空念个夜大 我没瞧不起人家 你现在不就是他的护花使者了吗 对吧 我死了 你们根本大是可护可 你 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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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老东西 你可可死人了你啊 干啥 你看大青澡得吵着巴火的 啥事儿 你分在边儿呢 今儿要挣钱 这回可好 还是腿摔着了 别嚎嗓了你 哭管用啊 哭成马儿子腿哭好了吗 赶紧收拾东西 进城看儿子 对呀收拾东西 看看给儿子跟天龙 他们带点啥 带 带点啥 把大公鸡抓他吧 大公鸡那是种鸡啊 你是啥人呢你啊 天龙这么帮助咱家 一只鸡你都舍不得啊你 那行 我抓进去 你抓紧 抓紧 天龙 你咋这时候跑上来了呢 中午患者少了 我想抓点时间 给你做下按摩 着什么急 来来来 先坐会儿再说 我不累 来吧 快坐下吧 天龙啊 最近生意怎么样 门人部的患者多不多 比以前好多了 好在有好多农民兄弟 照顾咱生意 咱们都相里相亲的 你就多辛苦点 这你放心 本身我就是农村出来的 我知道该咋做 只是啊 这个门人部 当时还是开小了 那你可以扩大规模呀 咋扩大呀 一边是富士店 一边是售楼处 没法扩大了呀 你可以积累资本呢 找一个好的地点 建一个大的农村证医院 那当然好了 你看 本来这房子就小 宝库腿又受伤了 他自己站个诊床 这起码就得一两个月 宝库受伤了 这小春房在这个时候探家了 你这怎么办呢 高老师 你别着急 书可以停两天 让宝库住我那儿 我一边给他治疗 一边养伤 您甭操心 我一会儿下去看看他 父母在身边 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了 是 高老师 你认不认识有出租房子呀 你干吗呀 我想租一间 让宝库住那儿去 一边给他治疗 一边给他养伤 您浪费那钱干吗呀 就住在家里不就完了吗 那多不好意思 老麻烦你 再一个 林老师会不高兴的 没问题 你嫂子好人 绝对的好人 再说了 骨折又不是传染病 没问题的 高老师 我没好意思问你 你和大超超定过婚的事 林老师知道吗 她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事啊 也没有必要跟她说 你保库住这儿 万一大超超要来看儿子 那林老师知道了多不好啊 那怕啥呀 我跟李富云一清二白 啥事也没有 没事 高老师 时间不早了 我先给你安排 好 好 哎呀 妈呀 这地方这么多高楼大厦呀 啊 你咋真有嫌弃呢 还腿都那样呢 你还有新关键呢 快点快点 你看一下 这这这 哎呀 快点 哎呀 看有车吗 没车没车啊 跑不了 跑不了 哎 妈呀 这地方 啊 哎 这儿这儿 慢点慢点慢点 我去开门啊 来 来 来 慢点 慢点 脑袋哎 啊 哎 是不是这儿 是这儿是这儿 哎对 你看那不美莲吗 哎 美莲 哎 美莲 我儿子呢 我儿子在哪儿啊 我儿子呢 先进去 先进去 我儿子在哪儿啊 哎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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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我 我啥也没 没看见啊 不能看 这这 你说你急傻心 把东西放下 放下 放下 我说天龙啊 我儿子咋没了呢 你把他放哪儿去了 你儿子啊 宝库的上啥样啊 哎呀 你们别吵吵了 你儿子没死 活得好好的 这 这孩子 你咋说话呢你这是 哎呀 我们在家呀 接那二友来的电话 说是把那个宝库送到天龙这儿来了 这不我们就着急忙慌来了吗 你儿子在高老师家住着 我这儿实在住不下呀 啊 高 你哪儿不能放啊 干啥非把儿子放到高宇家去啊 哎呀 大哥 大嫂 千万别着急 那不放那儿的话能送回东山呢 高大哥家离我们这儿近 我打针换药的方便 人家还没嫌弃呢 你们俩倒来劲了 小丫头骗子 你知道啥呀你 哎呀 我啥不知道呀 不就高大哥跟嫂子定过亲吗 八百年前的事了 谁还记着他呀 这 这孩子你提这钱干啥呀你 千笑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 你说你那个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这宝库住在高老师家 这林老师没说啥呢 你 你这是干啥呢 要不行你自己找地方出去吧 我傻呀 有厢城的我不住 我那钱没地方扔了 行了 天爹就你聪明 别干这磨叽了 赶紧上高老师家看孩子去 等 等 等着 把药逼出来 你说你 你刚才都说些啥呀你 我说啥呢我 你倒的一句屁股一句的 你 你别跟他想掺和行不 对不起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仅止入内交卖 他们两个是去十九楼高老师家的 请进 谢谢啊 谢谢 这前边那楼 这院子这厂的啊 兴之立业的赶着大花园的 是啊 这大花园要住着得花多少钱了呢 就是 你别说高宇哥 这混得不错呀 这是多大干部 那还呼上警卫了呢 不是警卫 现在城里的小区啊 都有保安 就保安 保安 天龙啊 你说这么大院子 种这儿晚上干啥 种点苞米多好啊 是啊 你说他种这儿 他是草干的 是啊 这啥用不顶啊 走走走走 对对对走走 跟上跟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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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 杨老师 保库他爸他妈来看看吧 来来来 快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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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鞋换上 不不不 今天不换鞋不换 换上吧 不换鞋 不换不换不换 好啊 高羽啊 乡下呢也没啥好带的 这趟你家刘总的大公鸡 我给你拎来了 杀了吃肉 有营养 正好啊 给保库炖汤喝 有营养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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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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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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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请里边请 好 好 一条路 走 主声 炖汤 风雨秋霜 也许这个世界又变得太快 也许那个人心都长了翅膀 飞肠的都市有飘香的村庄 那里是我欢欢欠 一首歌唱了又唱 世世代代离不开 儿女情长 几朵希望 几朵彷徨 苦辣酸甜蟹成 千古文章 别说我们是断线 断线的风筝 别说那个哀悼的老天荒 滚烫的香情 甜甜的香饮 就像一滩老酒 越沉越香 就像一滩老酒 越沉越香 就是有啥大事到我这儿也没事 才想去关心儿子来 你把他往于天龙那儿一蹬 就算完了 你们的儿子是谁呀 钱包库他妈和我爸 以前订过婚 我总得对得起人家吧 你谁都对得起 就是没寻的是不是对得起老婆孩子 可你报恩也不能 以牺牲我和妈妈的利益做代价吧 你妈算傻呀 我能看着她就不错了 我原来的儿子 起来啦 我感觉到你 总得不错了 她的恐怖 我一遑 我一遑 这遑 你身份 我 海天酱油 坚持原谅优选 坚持阳光亮晒 坚持每一颗用心 每一滴放心 经典味道品质如一 海天经典味新装上市 生活的美味 着宝防水与您共建 美好家园 78个国家共同的选择 贝德莱特太阳能 帕萨新领域 智领先机 真正的海岸葡萄园 品质与生俱来 彭珠庄园系列葡萄酒 专专业成就未来 江西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 格力睡美人 代表卧室变频空调的领先高度 坚持舒适 静音 节能 好空调 格力造 健康的品质 健康的祝愿 健康的滋味 敬酒最好 可不要贪杯哦 面对艾滋病 我们的心中往往充满了恐惧 恐惧让不确定自己 再说我爸今天十点钟就回东山 我妈一个人就更好对付了 你可千万不能让你妈对付啊 她这一辈子吃苦受累 太不容易了 你可得好好孝顺她 听见没有啊 高老师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城里人 包括啊 愤怒出诗人 唱赞歌 永远也出不了传识之作 听见没有 其实我爱上写作 完全是受了你的影响 那我卖书 也是受爷爷的影响 他写了那么多的书稿 就没出过几本 我当时就跟爷爷说 等我长大以后 也要开个书屋 专门卖您写的书 小志芳啊 爷爷活着的时候 真是那白疼你 来 吃饭了 妈呀 啥时候换人手机了 吓我一跳 还啥玩意呢 哪来的呀 抢购没缝呢 我想咱俩也上不了台 唱不了二人转了 这弄了个手机 到关键时候把它卖了 也对付个活命钱啊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这儿有钱 你咋就非得去 祸害高大夫呢 你犯法了知不知道 只要人一告你 抓住你就是个抢劫罪 你真想进去呆几天呢 我算准了 他肯定不会去告我 你咋一时聪明 一时糊涂呢 咱且不说高大夫跟于天龙 一对苦命鸳鸯终于凑到一块了 我就整不明白你 艾武装 你还爱他吗 啥爱不爱他 村子这儿都说我窝囊 说孩子孩子养不起 老婆还让人翘跑了 你说这顶绿帽子 搁谁头上谁外戴啊 我这会儿一定要把高敏锋追回来 我这叫卖了孩子买龙屉 不争馒头争口气 你可真没意思 你三番五次地喝酒装醉 跑人门诊部去闹事 你让人家笑话不说 反而把他俩弄得更近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叫愚蠢 要我说呀 离了婚就别再找人家去 有啥意思 你真以为有破镜重圆这事啊 那都是戏里唱着玩的 你真当真啊 就看不了你 那儿头大脑的那死样 行了 行了 快起来吃饭吧啊 吃啥饭了 要你数多一顿 我还有脸吃饭啊 团长刚才告诉我 说陈小飞脚脖子崴了 肿可高了 他跟小辣椒那大西香唱不了了 让咱俩盯几天 你还不起来溜溜嗓子 沉沉胳膊腿啥的 真的 只要有戏唱 让我干啥都行 那让你上孙总那儿唱戏 你咋死活不干呢 我走了你咋整的 我 我再找个丑 跟我唱一副架 我照样红 你吹吧你就 像哥们这么好的搭档 你上哪儿找去 哥们就吹着唠 好来不见也叫关东第一嗓 你就吹吧你 快吃 谢谢啊 跟我客气啥 给 用肘不是使劲往下压 不是使劲往下压 是给它剥 剥这个肌肉 剥 剥 然后给它放松 放松 放松 好 好 今天就到这儿了 余老师啊 按摩和人体经络的关系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你再帮我讲讲呗 那我回头给你开小字 谢谢 天龙 来 我跟你说点事 我和陆师傅在这儿 来来来 不是 买一个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刚才呀小葛来电话 他说东山县那边办 培训班的事已经定了 下星期一开始 连续三天的课 你那边没困难吧 有困难我也得自己克服啊 这浦书记和张小葛 张老师的事 咋得得支持啊 再说了 他是为咱东山县办的好事 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呀 别净说好听的啊 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张小葛出去采访 咱二话没说 拿出五千来 东山县办培训班 咱坚决支持 就咱这个班 办了好几期了 我每次都是杂谎 这 你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 你有什么指示赶快说呀 终于说实话了 每次上课你都来去匆匆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容我说去不该说的话啊 咱们办培训班是双赢的事 高美风没必要这么小气吧 不是 他没说什么 你 你千万别误会了 我不可能误会 你可没看见他俩那亲热劲 我都快气死了 天龙哥都快被别人抢走了 你咋还无动于衷呢 只要他爱我 那刘静咋折腾不都白费吗 这在门诊部里边 就是搭班过日子 平平淡淡的 一点滋味都没有 再这样下去呀 什么爱情 在你们这儿都褪色了 那你说 姐该咋办 跟她结婚 一结婚啊 就把她的心抓住了 她就不会整天想着那个刘静了 再说啊 姐 你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一起 万一出点啥事 咋办呀 这丫头骗子 你倒成了爱情问题专家了 就你们这点事 还用我当专家 人家谁都明白 你这叫当局者迷 其实我跟她的感情 发展到啥程度 谁都心知肚明 可是人家也没提出结婚呢 现在是人家花钱开了门诊部 养了咱姐俩跟大全 我就更不能主动提了 那她要是不提娶你这事呢 你说 她能吗 咋不能啊 你们现在这叫三角关系 刘静追得那么紧 这边又要照顾你 那边还得照顾刘静 这行了 这些话你为啥不早说呢 早说你能听进去吗 我怎么听不进去呀 我不是你姐呀 你就看着姐往窟窿桥上走啊 你快说 你还看见啥了 亲热呗 你不想想 天龙哥每次去刘静那儿 咋都偷偷摸摸地不告诉你呢 他要是心里没鬼 他怕啥呀 包库 恢复得不错 你再给我人两天 这时候千万不能站起来啊 知道了 大超超 我回去了 回去晚了 美风着急 听说 慢走 天龙 天龙啊 我有两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有啥话你直说 说 不说都要把我憋出病来的 你说那美风 一直说他那手机让人抢了 是不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那天我和前秀 从春芳叔叔回来的时候 亲眼看见那个爱武装 拿着你的手机 进了那洗浴中心来 当时我就琢磨呀 他刚进城这么两天 怎么混上手机了呢 可前秀愣说我看走眼了 前秀说得对 没准啊 你真看走眼了 不能 我太熟悉爱武装了 就他那人扒了瓶 我都认识他嚷 你说这事把我整糊涂了啊 爱武装抢了他手机 美风直接给我说就完了呗 干吗瞒着我呀 告诉我 我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啊 你咋忘了你 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世海深 人家两口子是十多年的夫妻了 现在那爱武装混成那样 你说他能不心疼吗 他把手机给他换俩钱花 回头就说被人抢了 你还能追究啊 你说他高美分 这不是车里爬外吗他呀 算了 我知道了 你先别吵吵啊 我先别吵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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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你看人长得多好啊 唱得那么坏声 真让人羡慕 要不叫陈小飞脚脖子崴了 就让哪有咱俩上台的份呢 那啥 小辣椒说啊 有个活 问我干不干的 小剧场整顿还没完呢 咱俩坐吃山空的 有活咋不干呢 啥玩啊 那龙泉玉工嘛 他为了招揽客人 说要上二人转 然后每天晚上八点 两小时给二百块钱呀 一帮男的女女的 穿着玉盘看咱俩耍货宝啊 丢不丢人呢 我去 那咋叫耍货宝啊 我估计你肯定也不想去 吃西瓜了 快 姐 吃西瓜了 爸 你看我画得像不像 天龙哥了 吃西瓜 妈 你看他这个 儿子 进屋睡觉去 不 我要晚 睡觉去 听见没 你干啥呀 走 跟小姨回屋睡觉啊 你先别走 我找你有事 说吧 什么事儿 那个手机到底是咋回事儿 你不是说丢了吗 前天晚上我往这个号上打电话 接电话的怎么是爱武装啊 小熊困了 他憋着嗓胡说话 他打他 他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啊 你说这么多年了这儿干啥呀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啥意思 不就是一个手机吗 给就给了干嘛骗我呀 谁骗你了 没骗我手机怎么在他手里啊 是 我就是骗你了 我就是骗你 把那手机给爱武装换钱 吃饭了 那你俩还有感情啊 有感情你跟他过去啊 你黏我 你以为我不敢走啊 不过走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 你跟刘靖是咋回事儿啊 什么咋回事儿 就是一般朋友 走都走都怎么了 你撒谎 你三天两头去一趟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高美风 你背地里调查我呀 我没调查你 你以为你挺聪明 把我当傻子 你去就去呗 你干啥骗我呀 我骗你什么了 你说你咋骗我呀 你今天说出诊 明天说看病 你一走一下午 你干啥去了 那好 咱今天把话说清楚 两个月以前 是不是咱们一块办了一个 高级按摩师培训班 这工商税务全任人家跑的 你当时就是不同意 现在人家广告打出去了 学员招了 我把人量那儿 我余天龙是这种人吗 是 你去呗 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我是去了 这事我不能听你的 我得把人情还了呀 余天龙 你既然说你俩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瞒我呀你 我瞒你什么了 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 弄得我窝窝囊囊囊的 像小偷似的 你把话说得多好听啊 谁敢相信你呀 你爱咋想咋想 花人钱的时候没这样想的 我啥时候花他钱了 那卡在你手里呢 这卡我还你 我高美风 绝不花你不明不白的钱 我走 你少拿走 吓唬人 没有睡觉 小偷似干什么呢 姐姐你要干啥 你干啥去啊 你别管 听你俩吵了半天 你也没说清楚 你跟刘静到底啥关系 你说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 你姐和爱武装才偶断思连呢 你 大半夜你带孩子去哪儿啊 姐 姐 你到底想干啥呀 妈要是不舒服的话 你就别回来了 在那儿陪陪她 她心脏不太好 省得半夜三更有啥事 那好 那我就料了 好 再见啊 哪个啊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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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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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包 你这是咋的呢 别哭了啊 来 快坐快坐 来 吃香蕉 吃香蕉 不吃了大哥 不吃了 你们这是咋的了 儿子 去 进屋里上小姐姐那屋去看书去去 妈妈跟大的落个课 是这么回事 前两天吧 大全他爸 不是在小剧场里唱戏吗 那小剧场里有 二人转演员说脏口 结果那剧场 就让人给疯了 疯了之后他来找我借钱 我没借他 他就从我手里把 把于天龙手机给抢走了 回来之后我没法解释啊 我就跟他说我 我撒了谎 我说被人给抢走了 结果回来 天龙是同情搭理的人 你干吗要撒谎啊 我不是怕他误会我吗 那这样误会不是更深了吗 两个人相爱的基础就是信任 再说了 天龙的性情又特别的直率 容不得半点的虚假 你咋能跟他撒谎呢 你这 我骗他 其实他也骗我呀 他跟那刘静来往 也没实话跟我说 也跟我撒谎 有些事情 也没跟我解释清楚啊 你们哪 简直就是两个孩子 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 怎么就那么草率呢 我想在最后求你一次 你帮我去找找那个副局长 在别处帮我找个活 行吗 你既然对我姐没二心 你为啥不去追他呀 这黑灯瞎火的 他又带个孩子 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呢 本来我没想给他吵 花赶花赶到这儿了 美莲 你说你姐她能去哪儿呢 我咋知道 会不会上高老师那儿去了 你帮我打个电话 我才不打呢 这 你这不激人吗你说 美风啊 副局长这个电话 我现在不能打 我觉得 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 那我就领着儿子 上亚军大姐家住两天去 美风 他们家开小吃部哪有地方住啊 今天晚上哪儿也不能走 就住这儿 大哥 你看老钱这三口刚走 我再领着儿子两口进来 让嫂子咋看咱们东山人呢 门口就有个小旅馆 我上那儿看看去 那小旅馆一晚上不也得二十多块钱吗 你今天晚上啊 你今天晚上啊 就住在那小屋 行不行 大哥 让我咋谢你呢 谢啥呀谢 美风啊 昨天天龙啊 还托你嫂子 给大权打听上小学的事呢 人家对你娘俩尽心尽力的照顾 你也别再误会人家了 好不好 这些我都知道 对了大哥 如果农村孩子到城里上学 是不得花不少钱呢 国务院现在有新政策了 农民工子女入学 享受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的待遇 不受歧视 大权踏上好时候了 那好像城里也比农村贵不少呢 我这条件你最清楚了 拿不出这钱呢 大人吃苦受累都被杀呀 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人家于天龙把钱 已经送上来了 真的 喂 高老师 是天龙啊 我知道她就跑到你那儿去了 在我这儿呢 麻烦你帮我劝劝她 这两天患者太多了 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她正张罗着出去找工作呢 你看我上来劝劝她 你们这个矛盾呢 闹得太不值得了 她去找工作 也怪我 我知道她心里急 我脾气也不太好 你上来劝劝她 跟她说几句好话 不就完了吗 我一定赔这道歉 快点啊 那我放了 好 好 轻轻压一会儿啊 嗯 快去吧 好 谢谢啊 慢走啊 来 大夫啊 有便宜药用不用 我们这里药都是正规去倒进的 那你们有没有用过的一次性的注射器 和数月管卖不卖 什么价啊 五毛钱一斤 有没有找找 好 看看 二斤二斤 二 管你点 刷二斤行不行 行 来 走了啊 梅林 你卖啥呢 卖分椎管 给你钱 这也能卖啊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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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站住 干啥呀 你把那个费针管给我留下 哎呀 你要她干啥呀 你也会说再利用啊 这个医疗垃圾得特殊处理 哎呀 你把它扔了 也有人剪 你没看她守望江城排队的新闻片 那收购站都论车卖 你把它扔了 也真就不如换两钱还 大姐 我告诉你 我爹他不姓钱 我知道 你走街串巷的也不容易 你把它留给我得了 那可不行 那你都卖给我了 那那还行往回要啊 那行 那我要说那收购站可不是这个价 警察抓你就是这样了 那是交通警察 管不着这一段 大琴你眼神不好使啊 你仔细看看 那是110 你啥也别说了 你们俩啊 就是缺少沟通 那为什么啊 我们看着不般配的夫妻 人家过得如堂似密 相结白头 这都是为啥啊 就是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互相沟通 很简单的事情 是 可是 说起来容易啊 做起来多难呢 有谁能像你和我大嫂一样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呢 我们真有那么好吗 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你就向我们好好学学行吗 一条路 不愧 又短又长 足足备备走过多少时光 碰着希望 碰着梦想 可可 盼盼塌碎 风雨秋霜 也许这个世界又变得太快 也许那个人心都都长了翅膀 非常地都市有飘香的村庄 那里是我欢婉间 望绕的地方 一首歌 哎 唱了又长 世世代代离不开 儿女情长 几朵希望 几朵彷徨 鸽笃 卫跨 酸甜蟹 占唱 千古文章 别说我们是断线 断线的方针 别说那个哀悼的老天荒 滚烫的香情 天天的相依 就像一滩老酒 越沉越香 就像一滩老酒 越沉越香 你说同样都是白衣天使 这差距哪这么大你 我差行了吧 我是坏人行了吧 我不干行了吧 这回我离开门诊部了 你满意了 在于天龙那干不下去了吧 不要脸 真是因为我闹的矛盾哪 那我太荣幸了 你这个人哪 你看我这样 是不是心里特高兴啊 我机会来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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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我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表卧室变频空调的领先高度 坚持舒适 静音 节能 好空调 格力造 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 面对艾滋病 我们心中往往充满了恐惧 恐惧让不确定自己 还安排签名会吸引到大批年轻人 一度人起混乱 要保安园维持秩序 虽然主办单位安排签名区在不同流程 但有市民仍然不能接受这种现象 大约十人响应网民好笑 在金字经广场的示威区抗议 今年书展有很多书都有折扣 不少是原价的七八折 特价书十元也有交易 不少摊位都有长长的人龙 有人大包小包准备来试课 刘小姐和她的女儿 走了一个几钟头 已经买了几百元的书 行政长官曾荫权也去到几个书摊参观 同作者聊天和拍照 又看了一些讲述香港建筑的书 并向书商了解书展的情况 以前如果迫爆了 迈到摊位都迈不到进去 今年我们的摊位又多了 来的书总也多了 我想应该有10%左右的增长 应该会有 今年书展每场面积比往年 大作三分之一 不少参与商都说 有信心今年的生意会好过去年 无线连织记者 就是希旋报道 今年书展有新进的作家 透过写作比赛成功出书 主要是以香港特色为主题 打开这本书 有文字 有图画 还有立体模型 唐楼 密密麻麻的木屋 还有已经清拆的九龙城寨 勾起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香港人跟住真的食食相关 每天上班下班赚钱 其实都是跟住很有关系 想用住屋去讲香港的特色 这本就包装成线装书 讲述本地神像画制作 比如这个关帝的手稿 其实都沿用了近三十年了 当中的线条和手工 都是要一笔一笔去做 都是落实的 是要很准成的 他们一共八个人 透过比赛实现作家梦 主办机构认为 比赛有作发掘有潜质的作家 特别给年轻人去写东西创作 成功之后赢了之后 又有其他的演讲 或者结集出书 可以持续鼓励到 以及支持到新人的出版 来书展除了看书之外 还可以写一份 在这里一人一句写成万人书 作品在书展之后就会出版 无线电视记者陈珍丽过头 近期又牵起一片的天文热 四十年前人类第一次登月 当年的三个美国太空人 就呼吁华府 重新启动太空探索计划 部署登陆火星 究竟美国的登月和火星计划 能不能够顺利进行呢 而其他国家又会不会加入竞争呢 一起去探讨一下 趁着人类登月四十年 美国太空总署高姿态 推销新架登月计划 不过计划并不是一帆封信 因为这些计划都是前总统 乔治布殊执政时期的宏徒大计 奥巴马一上场就说得清清楚楚 要重新检计计划 还成立委员会决定计划的命运 下个月就有答案 讲到底又是钱的问题 登月计划三个重要部分 战神火箭 在人太空船奥赖恩 和月球登陆器都只是研发当中 不单单是战神火箭 就因为技术的问题 成本由最初计280亿美元 飙升到440亿美元 但是太空总署 在登月计划得到的撥款 今年只有60亿美元 根本就不够钱 美国到Mars is what ought to be not America back to the moon 美国 can use our experience great experience 事实上美国的科学界